今天老师带了一本故事书 是关于一只白色的兔子和一只粉红色的小猪 这只兔子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是一只粉红色的小猪 而这只小猪也有一个很好很好的朋友 是一只白色的兔子 小猪小猪 我好喜欢你身上的粉红色哦 我想要变得跟你一样 可是我比较喜欢你身上的白色耶 我想要变得跟小猪一样 身上有亮亮的粉红色 我想要变得跟小兔子一样 变得干干净净的白色 我的尾巴要像柠檬皮一样 卷卷的 我的尾巴要像棉花糖一样 松松软软的 小朋友你看 兔子想要把他长长的耳朵藏起来 所以呀 他把他长长的耳朵塞进袜子里 而小猪呢 用了一只长长的袜子 把自己的耳朵变得长长的 你看 我有一个像扭扣的鼻子了 小兔你看 我有很长很长的脚趾头了 我的胆子大 声音也大 你看你看 我像一朵云一样飞在天空上 哎呀 小猪啊 不小心从天上掉进了泥坑里 哈哈哈哈 你看起来好好笑哦 看起来也很好笑啊 哎 你看起来好像我 你看起来也好像我 小兔和小猪开心的笑了 我更喜欢原来的你 我也比较喜欢白色的小兔子 对呀 我就是我 你就是你 我们俩相亲相爱 我喜欢你 你也喜欢我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希望各位小朋友们 可以跟这只小兔和小猪一样 可以喜欢你的哥哥 姐姐 弟弟 或者是妹妹 和他们一起 相亲相爱